孙子兵法第十篇 地形篇 郭靖诗迹俱疗兵 孙子曰 爱行者我先居之 必赢之以待敌 意思是说在爱行地狱上 我们应该抢先占领 并用重兵封锁爱口 以等待敌人的到来 公元979年 宋太宗征伐北汉 同时海郭靖恶守十里关 堵截增援北汉的辽军南下 先安营扎寨 等水退了再进攻 等水退了 等水退了 北汉就完了 但是书军才那么几个人 我们何必怕他们呢 敌人虽然不强 但却占据了有力的形 我们如果贸然渡河 将会凶多几手啊 宋人胆小如蜀 他们不敢在我们渡河时进攻 你怎么这么固扎 你不用再说了 我现在就要发动进攻 到时候 头弓可是我的 量什么 渡河 消灭宿人 是 将军 敌人开始过河了 现在打吗 中什么急 再等等 让将士们雷鼓呐喊 不许出击 这是为什么 你不要多问 快照我说的去做 是 大家听到将军的话了吗 都把鼓给我雷起来 喊得大声一点 是 大家不要怕 宋军他们在城上喊得那么热闹 城门却闭得那么紧 一定是怕得不敢出来应战 将军说的有道理 大家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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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律沙 瞧瞧 我就说宋人只会虚张声势 不听老人言 尸规在眼前 将士们 冲啊 将军 表兵快要渡河 到我们城门下来了 就是要让他们走 敬礼 现在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射程范围内 时机已到 弓箭手准备 奉剑 宋人好卑鄙啊 大家快回来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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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冲啊 真是高招啊 哈哈 不是我的计谋高超 而是他们没有认清形势就轻率的出兵 是他们自己当中了自己啊 郭靖 赶在辽军到达之前 强占了爱行地带 并布置好兵力 随后 在辽军的进攻中 发现漏洞 果断出击 赢得了战争的胜利